如果食卵管有水腫的話 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撕才能夠使 他食管的肺炎能夠有所提高 歡迎大家要回到小血糖 那麼在準前有些病毒有關食卵管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本院的游醫師 來討論到關於食卵管的問題 對於不因的影響 還有做食管會所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有一次今天會將這些問題的醫來解開 這邊是我們的子宮 這邊就有一條舒軟管 然後接著軟巢 所以如果說我們女生每個月排一顆軟 他就會到這裡來 那我們有同房的話 精子他就可以從子宮頸游到子宮腔 再經由這個像橋樑一樣的舒軟管 這樣子一直游一直游 游到靠近這個地方的時候 精子與軟子相運 那他們就可以自然受精 變成一個胚胎 胚胎在這樣子一直游一直游 游到這邊來再找地方左窗 但他其實不是真的只是一個管子而已 他上面會有一些絨毛 所以他當精子過來的時候 絨毛他有發揮他正常的功能 會擺動讓精子可以降游過來 那受精之後也是會用另外一個方向擺動 讓胚胎這樣子過來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你的舒軟管功能不好 不管他是塞住了 或者是因為各種原因發炎了等等 造成你的這個絨毛的擺動 上皮細胞的受損 精子跟胚胎都沒有辦法游到該去的地方 都會影響懷疑 一般我們在精子卵子收音的話 在舒軟管的地方大概停留 大概在幾天左右 大概五六天左右 就我們會在這個地方收精 所以在舒軟管的地方就讓收精卵 慢慢把他硬移成為長胚 在硬移的過程中 同時他也慢慢的像主供裡面有移動 我們現在檢查舒軟管 最簡單的就是做舒軟管的攝影 那我們做的方式 就是會在從陰道那邊放一根管子 我們會放到子宮腔裡頭 然後會打線影鏡 再照個三五張X光片 看看說舒軟管到底有沒有通暢 那好比說像這一張照片 就是我們病人的舒軟管攝影的照片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管子 放到這邊 這個虛線的地方是子宮的子宮體本身 那這個黑色的地方是子宮腔 然後呢我們會再打顯影劑 看顯影劑有沒有辦法流到舒軟管 那這個地方是我們病人的右邊 這邊是左邊 那就可以看到說顯影劑從這邊流過來 看到左邊的舒軟管 那但是這一邊右邊這個地方就沒有辦法看見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這邊右邊的舒軟管是塞住的 事實上這個病人他左邊的舒軟管也塞住了 因為他的顯影劑到這邊就沒有後面的 正常如果有通的話 顯影劑就會散到補盆腔的地方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可以做這個舒軟管攝影 知道我們的舒軟管它到底有沒有通 或者是有沒有水腫的情形 那有些是因為開刀 再來是最多的炎鏡是來自於 骨感腔感染所造成的 那骨感腔感染有些是大部分來講是沒有症狀的 最多的定炎鏡是皮腥感染 所以在我們醫院都會定時做皮腥的檢測 你的皮腥本身就會造成舒軟管感染 造成舒軟管阻塞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炎鏡 一般造成舒軟管阻塞的細菌大概有三大類 第一個是皮腥 第二個是臨病 第三才是一般的細菌 像大腸桿菌 還有這個所謂的一個連球菌一樣這些的問題 那麼在沒有症狀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抽血狀的濃度 皮腥的感染抗體如果有的話 就會造成可能舒軟管會有問題的出現 像有醫師在你的面診裡面有些說 醫生我都很好為什麼舒軟管會水腫 你怎麼看要談論這個問題 就像院長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女生骨盆腔小發炎 自己都不曉得 或者是說就是悶悶的痛 有時候也會這樣 那不以為意 但是久而久之就有可能會造成 骨盆腔感染 然後舒軟管塞住的狀況 對 所以 感染是最主要的嚴重 第二個嚴重是手術 骨盆腔手術都會造成 像以前有盲腔蓋過刀 都會造成或者是有這個 卵巢手術 子宮內膜 胰瘀的手術 肌瘤的手術 這等等 都會造成這個舒軟管的障礙 導致舒軟管阻塞水腫 順滯不通的這個現象出現 那麼有些病人 你知道舒軟管的問題 造成不應的比例也高達在 25到30%左右 那這高的比例也 那有些病人 他一邊的舒軟管有阻塞 或是有水腫或是外孕的話 那麼另外一邊還正常 這樣的話 他能不能有這個所謂的一個 自然懷孕的可能 或是說他在造成 主攻外孕的機率會不會增加 那基本上如果你舒軟管一邊塞住了 另外一邊有通的話 你還是有可以自然懷孕的機會 但是就是 因為我們女生的卵巢有兩邊 左邊右邊 每個月的排卵 有時候是左邊 有時候是右邊 那如果我們要試自然懷孕的話 你就是要在舒軟管有通的那邊 排卵的那個月 才有機會會自然懷孕 那再來就是院長說 如果我有一邊曾經有外孕有處理過 那另外一邊會不會容易造成外孕呢 這個答案是會的 所以如果要在備孕的時候 這部分都要特別的小心注意 如果舒軟管有水腫的話呢 這是一定要做手撕 才能夠使他試管的懷孕 能夠有所提高 這就可以看我們這張圖 這是正常的舒軟管 正常來說舒軟管就細細小小 它通常 那它上面會有一些細胞 會分泌一些分泌物等等 可是如果說你的舒軟管塞住了 這些細胞還是活著啊 它們還是會分泌一些分泌物 可是那些分泌物就沒有地方可以去 久而久之這邊就會造成水腫 那如果說好 我舒軟管水腫我沒有處理 我做試管好了 那我們把胚胎放到這個子宮腔的時候 這個水腫的水 又是有可能會倒流到我們子宮腔裡頭 影響到胚胎的灼床 所以就算你要做試管 有水腫 我們都還是會建議要做手術處理 那如果現在已經舒軟管被拿掉了 它軟料排到哪裡去呢 這問題非常多人問 因為很多人就說 那我的軟子會到哪裡去呢 那主要是 如果我們這個舒軟管水腫 或者是外孕等等 我們手術把它拿掉了 事實上是不會影響到這個 軟巢的部分 軟巢我們也都會保留 那再來就是 軟巢跑到哪裡去了 就是我們每個女生 還是會排軟每個月 那那個軟巢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它只有一顆細胞大 那這樣排出來之後 它就會在骨盆腔之後 慢慢被吸收掉 所以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軟巢到哪裡去 那也是有遇到一些病人 一做了才發現 原來我兩邊舒軟管都塞住了 難怪我們努力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懷孕 那這樣子如果兩邊塞住 那我們就直接做試管 所以如果發現是有水腫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說 先把舒軟管水腫 先手術處理掉之後 再做試管的培胎植入這樣 那這些病人多半都 懷孕率都還不錯 那這一集呢 我們就介紹了舒軟管的位置 跟它的功能 那我們知道子宮外孕 就最常發生在舒軟管 所以下一集呢 我們就會專門針對 子宮外孕再來做介紹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讚分享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訂閱 訂閱 同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